現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底氣 是越來越足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說 中國大陸重返了海軍大國 已經有雙航母了 第三艘福建艦也準備要海試 那尤其來看到中美的海軍部分 6月21號山東艦航母編隊 沿著台灣海峽以西 向南部的地方行駛 然後填補中國大陸在南海 沒有航母駐紮的一個空白 好 這是往南的部分 但是在之前呢 5月27號的時候 山東艦跟兩艘的護船艦 護衛艦是透過了 通過了台灣海峽 是用中線以西 然後用北上的航行 然後就被說是要接收遼寧艦的殲-15 為什麼呢 遼寧艦現在也很忙啊 他現在出現說在改裝中 也看到攻棚 那有可能要升級戰鬥級的航母嗎 當然看起來是說 不會有電子彈射 不過他也要進行upgrade了 那另外來看到是說 航尼美軍現在來到了南海 6月14號美軍派出雷根號航母 進入到南海 不過卻被5艘的解放軍 給這樣包圍住了 這是空照圖 好 那看到說 那中國大陸當時派出什麼呢 052D 054A 以及洞-55驅逐艦 說到洞-55呢 就特別要提到一下 洞-55它可以搭配 迎擊-21高超音速的導彈 迎擊-21打擊範圍1000公里啊 能用6馬赫速度飛行 是非常快的 末段突圍還來10馬赫 意思你是無法攔截的 被稱為是美國航母的殺手鐵 我想問一下蔡委員你怎麼看 雖然說 遼寧艦剛開始的任務是作為訓練艦 那訓練艦在前段時間西太平洋海域的幾次啊 由這個戰鬥機在上面起降的次數啊 被美國軍事網站 還有很多的軍事新聞啊 都被評為零缺點 這個不容易啊 對 零缺點很難 零缺點不容易啊 那日本也觀察過說 遼寧艦在數百次的這個飛機的起降 不管白天晚上啊 這個整個性能效果都非常的好 尤其是這種 這種航空母艦 要讓飛機順利起降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這種飛機順利起降 除了飛機飛行員本身的素質要非常好之外 訓練要足夠強之外 更重要就是說 你那個遼寧艦的駕駛的穩定度也要足夠 而且當你面對了很大的風浪的時候 你能夠跟你的這個起降的艦載機啊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協調 非常好的搭配 那我們看影片是很簡單啊 沒那麼簡單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從空中飛機要下降到這個航母的時候 在空中看航母是一小點喔 嗯 是 然後從這個 尤其是晚上喔 那個從航母起飛的時候 它四周是漆黑的啊 對啊 是完全沒有標的的啊 所以這裡面的這種複雜性喔 跟整個的協同性喔 是一個高度軍事科技的展現 也是軍事訓練的一個結果 那經過這麼久了以後 要把遼寧艦啦 逐漸的加強它的戰鬥功能 勢在必行 因為戰爭用的總不能拉出來訓練嘛 對 所以逐漸有戰鬥的功能 那以前為什麼沒有一開始就戰鬥 因為它要作為訓練的比例太高啦 對 因為它第一艘嘛 對 第一艘 對 第一艘 所以這個時候 逐漸的要去加裝一些攻擊性的 一些戰鬥系統啦 等等 那很正常的喔 所以如果說 這個山東艦 一開始設計的就是戰鬥艦的喔 那它要去逐漸的要承接 本來要給遼寧艦的一些任務啊 那我個人認為是交界的時間喔 是剛剛好 因為山東艦上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到西太平洋去訓練 各位可能沒有想過喔 為什麼到西太平洋去訓練啊 那邊叫菲律賓海 菲律賓海就是在小利亞群島 然後到東京一直到印尼喔 這個以西的部分 通通叫做菲律賓海 它剛好就是在菲律賓海底板塊上面的 西太平洋 那個地方的平均深度 大概在三千公尺到五千公尺 非常適合深南海軍的操作地方 也是航空母艦最好的訓練的海域 那邊的風浪大的時候 大得不得了 非常適合 相對的你說在渤海 渤海是咱們中國的內海 為什麼 它平均深度只有18米啊 就是個游泳池 這怎麼訓練嘛 它整個是修理啊 補級啊 用的喔 好吧 就像黃海 黃海平均深度多少 才40米而已啊 也不深 很多人不曉得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只有50米啊 比較深的 東海平均深度是一千米 可是不要的一千米喔 在靠中國的地方是很淺 是靠在琉球那邊比較深啦 對 因為那邊有所謂的什麼 沖繩海潮啊 比較深喔 所以天生的就是靠近 中國沿岸的地方 不適合深南海軍的訓練 所以山東艦 遼寧艦 未來福建艦 其他大型航空母艦 都去西泰了 還有雲武大大區 一定要到西泰平均訓練 而且一定要經過巴斯海峽 宮古海峽 他穿低島鏈的 對 一定要穿低島鏈 那現在喔 當你這個美軍派出雷根號的時候 不管到南海 南海深度也夠 南海深度也差不多在 兩千到三千五以上的這種深度 那表面上說是被解放軍包圍 其實不是啦 因為你雷根號來的時候 正是解放軍 這些驅逐艦 護衛艦 一個模擬學習的機會 什麼叫模擬學習 我們平常要去練習 打一支很龐大的艦隊 還不太容易的 對對對 你送上門來了 對 這個時候 不稍微練習一下 我怎麼知道 我功夫到底行不行 我怎麼知道 你雷根號到底行不行 這個叫做什麼 像美國的偵察機動不動 就到中國什麼 永興島旁邊 叫抵近偵察 看你的能力 那我們叫什麼 解放軍的這個軍艦叫什麼 叫做抵近練習攻擊 這個只是模擬而已 你要找到這麼好的 這個作業還不太容易 以前喔 那個遼寧艦 還要特別跑到西太平洋 去模擬那個 美國航空母艦的 航行的這個路線圖 然後呢 讓這個解放軍 這個火箭軍部隊 練習瞄準 練習定位 對 現在你送上門了 那我不練習 當然要練 我不練習什麼 對得起我們國家的納稅人 你都送上門來了 自五家門口啦 所以這個 這種包圍是一種形式 這個是在練習 如何攻擊航空母艦 是 那怎麼練習攻擊航空母艦 那蔡偉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火箭軍很強 那尤其呢 是很多高超音速導彈 現在發展越來越成熟嘛 所以洞55呢 加上殷疾21 就被講說是航母殺手 所以呢 美國如果說真的開戰的話 這個區域拒止能力 你怎麼看 在南海的話 以目前的狀況 解放軍會燒戰優勢 但是還沒有到絕對的優勢 因為他的航母來的時候 他也有很多的大型驅逐艦 可是美軍的航母也附帶了很多大型驅逐艦 同時美軍的航母呢 跟在他的附近也會有很多的潛水艇 核能潛水艇 那對於解放軍來講 我們當然現在解放軍沒有標示說 我到底有沒有核能潛水艇在旁邊練習 我不知道 沒有人講 我們不曉得 但至少這個給055大型驅逐艦 萬噸驅逐艦一個練習的機會 對 如果說 以這個英級的這種 單純用英級的高超音速的導彈 能不能擊中 這個 航空母艦 雷根號 就是要看這個對方的反擊的力道 跟他的防衛的力道 因為他的神盾系統的 這個艦隊還是在旁邊 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很樂觀說 我一定把你擊敗 我們舉個例子 俄乌戰爭是讓很多人傻眼 怎麼很多傻眼 就是說原來很先進的武器 如果沒有很好的協調 或者沒有很好的指揮系統的話 發揮不了太強的戰力 海馬斯不是吹牛吹個勞半天嗎 現在不行 對不行 然後鮑娥坦克 或我敲鑼打鼓勞半天 現在不行了 愛國指揮彈講個勞半天 也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 因為對方戰場在改變 所以我是認為說解放軍在這裡 擁有的英級21 表示我們在武器水平上面 比對方高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超高音速 終端速度到死馬後 就沒有辦法攔截 對 可是相對來說 我們要去研究說 那對方沒有辦法攔截我的導彈 他會有什麼方法 來攻擊我的大型驅逐艦 這個都是要做全盤的推延 光唯武器論 注意到唯武器論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要從這種比較強的武器 去訓練出比較好的指揮 所以最近這兩天烏克蘭戰爭裡面 烏克蘭派出了 已經派出了兩個以上的北約旅 結果在進攻的時候 就碰到很大的困難 死傷非常慘重 後來現在這兩天大家檢討就是說 因為烏克蘭的指揮官 把俄羅斯的防衛看得太簡單了 吃了大虧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我們要很小心 要跟美軍對陣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指揮水平 無限程式往上拉 請立刻下載中村新郎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是多一個力量